高雄市公私立各級學校 112學年度校長聯席會議 25號在高雄大學舉行 高校市長陳其邁親子到場 加冕校長們辦學用心與辛勞 並且感謝他們為高雄打造 許多率先全國的亮眼績效 尤其面對之前的COVID-19 與接下來登革了疫情的威脅 陳其邁也希望務必能夠做好防疫措施 我們高雄在9月開學之後 通常都會有一波的 這個疫情的優勢 那可能要持續到11月 所以在這裡也要首先 除了感謝我們校長的辛勞之外 第二則就是還這樣提醒大家 在登革了疫情的部分 也要拜託 所以我們的校長能夠 在學校裡面能夠要特別注意 相關的防疫措施 本次會議共有380位校長參加 以培育高雄新世代數位學習 靜靈永續為會議的主軸 讓校長們透過經驗交流與分享 共構高雄未來教育發展的藍圖 市長陳其邁也以高雄市的 智慧治理為例 呼籲校長們融入學生的教育過程 以環境永續靜靈轉型作為教育核心 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夠與時俱進 數位置領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成本降低 因為更有效率 你用大數據 讓你的生產更有效率 但是你假如沒有做減灘 你又要面臨碳關稅 那你要做靜靈轉型 當然一定要有資料 你沒有資料 你怎麼說你減灘多少 所以靜靈轉型就加速了你的數位轉型 今天的校長會只拜託各位 一件事情就是說 環境的永續還有靜靈的轉型 它其實在我們生活裡面 各自各的教育 要讓我們所有的同學 能夠跟我們的方法自由邊界 環境永續能夠與時俱進 台灣目前正處於重要的轉類點 教育將扮演關鍵的角色 從國小到大學 學生的課程規劃以及生活教育 對於高雄市或是整個台灣 都是未來發展的關鍵環節 陳其曼也以日本教育家 福澤玉籍對於日本現代化的貢獻為例 期待高雄的教育 在每一位校長的推動之下 培育出更加優秀的學生 記得高雄 眾部報導 教育公司 台中 大火照 足夠大炮 大火照 七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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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